图为未来核动力航母中国,最近,负责建造第一艘国内航母,中国的中国道船工业集团宣布,由中国建造的第三艘航空母舰将成为核动力航空母舰,时间安排在2025年,根据一般国家发展法,一个航空母舰建造经验不足的国家在建造一个滑雪的中型航空母舰后,一架传统的中型弹射器起飞航母应该建成, 如果技术通过,可以考虑建造一艘大型航空母舰,但是第三艘航空母舰,是在核动力航空母舰上,中国是一个单独的航母,它仍然是电磁射击,中国这些低调的建筑航空母舰多年来欺骗了五角大楼的情报部门美国,这一次,中国突然宣布核动力航母计划,已经导致美国直接呼叫被欺骗, 因为美国智能团已经发誓要说中国,可以在2030年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中国这个高,该航母建设计划的公告,无疑打到了美国的面前,它只能默默的去掉愚蠢的损失, 如今,中国航母的发展已进入正式阶段,在近十年的海军开发舰设计赛中,中国已经成为最大赢家,中国事实上,很早就有航母建造计划, 从1930年民国是九年起,中国一再被提议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但由于技术实力和技术能力,这些计划最终消失了,新的中国独立后,中国是武昌唯一一个长期没有航母的国家, 许多小国购买或升级轻型航空母舰,突围航母战斗群辽宁,直到21日期,中国国家电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此时中国还真正启动了航母的建设, 从老两个到第一艘国内航母,中国的成功转型只需要几年时间,因此中国对中国的吸收和消化速度非常快, 这也为中国提供了快速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机会,美国智能团曾经分析过,在2030年之前,不会建造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 中国知名和网民也认为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建造大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然而,没有办法否认中国构建核动力航空母舰的事实, 突图为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应配备第五代野型战斗机,而中国第五代航空母舰应该是目前的第二代第五代航空母舰之一, 作者对尖20号更加乐观,因为尖20号,毕竟是重型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中型机无与伦比的负载能力和射程优势, 而FC31尚未最终定型,长时间,离醒已经太晚了,了解中国的军事专家明确表示,中国对更换设备非常谨慎, 中国不会将实验设备置于留下服务中,这个旅集驱逐渐的小步是最经典的例子, 所以中国计划中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能力表明,中国真正具备建造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能力, 由中国建造的第二艘国内航空母舰,是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